大家好,我是天狼 今天我被这一条的微醺所经验到了 我们来看 你看这个微醺现在的开品是不是非常震撼 这些花其实它都是高温季节 40度的高温寓意出来的花朵 然后在刚刚一入秋的时候绽放 那么这个微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就特别特别的耐热 我们看看这个季节你能采到这样的切花品质的微醺 就这样品质的花 在这个季节你去哪里去找 那这样的颜值,这样的开花量 那活脱的一个超级优秀的品种对不对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而且它的缺点是啥呢 第一个它的抗黑斑命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不要紧 我们一般花都可以打药能克服了 但是这个花它势重的范围 尤其是在我们两广福建海南这样的区域势重 我保证你绝对是满意的 但是你要冷凉型的 像北方天特别凉的时候 它这个花由于花瓣太多很容易打不开 花朵一旦低温的时候 沾露水就很容易灰美 这它是致命的曲线 当然了我们目前也发现出来这样的一个规律 反而是这个花超级耐热的 那它对低温的 这个低温是指凉快 露水的忍受程度就比较低 所以这个花我说我又爱又狠 当然了我们再继续努力 能培育出来两者都优的 但是鱼跟熊掌往往不能兼得 那么两广的花友其实像这样的开辟 在40多度的高温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建议大家种这个品种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我是天龙本集观看 下次再来说一点